屯門畫室終於有網上課程 下面的資訊欄有連結 快點加入成為Patreon會員 大家好,歡迎來到屯門畫室,今天想說的是 可以畫在任何物質上的水筆 非霸廠出Creative marker Suitable for many services 1.5的粗度 2枝1,黑100號,看看說明 適用於淺色、深色、彩色紙張 什麼紙都可以,光滑表面 塑膠、膠片、瓷器、玻璃、金屬都可以 防潮有成 如果加在160度焗爐裡焗一焗 還會不掉 這是水性的墨水 墨水不會透底 沒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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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沒有味 開來看看 多謝飛把廠 聖女兩枝拍開箱 我們來看看 兩枝 marker Creative marker 叫做白如雪 白如雪 第一枝 即是甚麼色 即是白色 白色 一黑一白 給大家畫畫畫畫 還有用來寫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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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又白,白紙畫白色,看不太多 大家都看不到一點,我都試了 寫起貼,我剛剛的表弟白日燕有張甜美 我試給大家看看 黑色很實的,非常漂亮 如果我買來這兩枝就不用來畫紙 因為它是用來畫一些古怪表面 但沒問題,出水很順,很飽滿 很熟悉的了,飛把廠出這些東西 沒問題 好,試試一些奇怪的東西 膠瓶面 黑色,白色,白色 很明顯的,用來記錄很好的 膠瓶面 如果寫錯怎麼辦 怎麼辦呢 你用膠瓶面 立刻擦一分鐘之內 就是完全乾淨的 你看不到有什麼 可以嗎 再試一次上色,如何上實一點 我試給大家看看 再說兩句 現在畫正的東西 就是 其進的浪馬工作室 都用這個牌子的 日本的廣告彩 我們用過最美的廣告彩 當然我們Mini Tippi 是有得販賣的 你們可以上去買的 我會覺得用廣告彩 沒得比它更厲害 非常快 非常鮮艷 非常容易重疊 它已經是廣告彩 用完之後就回不到回頭 大家有心理準備 上一層色 就是淡淡的 如果大家想厚一點 白色實一點 就上兩層 它是水性墨水 但是油下去很快會乾 再可以搭 科技先進 以前的水性筆 不是這樣的 而文具廠 都推陳出身 想到頭到飽都要做些新產品 讓更多人買 對 對 我會考慮這兩枝筆不是用來畫畫 用來做一些手工 或者用來畫畫 我覺得會適合 因為它只會出黑白兩枝 顏色 好 這個我乾了它 再給你們看 再試不同的面積 這個是Ceramics 即是瓷器 好 大家看到那些墨水很漂亮 如果你懂書法 在上面 簽一些帥哥的名字也可以 白色 大家都看到 除非你抹下黑色 像剛才那樣 就沒有黑色那麼容易看得到 但其實它們出墨量也一樣 試試看 我沒有快速過 你見到我十秒之後 你抹 它開始乾了 你也有點困難 所以大家要抹的時候 要馬上抹 或者是 待會我試給你看 濕了水會好些 容易抹些 試看金屬吧 放上去 馬上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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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抹到 掉了 遲些它就會有些瓊 我用過的感覺 遮蓋力都很強 大家看到 遮蓋力都很強 又抹了它 現在是 現在是 鏡頭看不到 我濕了水的 那些東西 濕了水 容易抹很多 再用力一點 擦一下 我覺得是一些 例如 有些不同的膠鴉 或金屬鴉 上面抹好 裡面是甚麼 鹽糖 是甚麼 我用這個抹 就是對 當然你可以用來畫畫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我的頻道 我收工藝那些 是不會做的 我只是畫畫 所以 我來計 就用來抹 大家喜歡的 可以用來畫畫 也沒有問題 好 抹乾淨 沒問題 立即抹 最後試了玻璃給大家看 玻璃會仔細一點 黑色 抹下去很清楚 又是 非常 推介用 米紙筆 然後 白色 白色也看到 不過 這個 就 不是說 很 很 清楚 對不對 OK 抹乾它的時候 都是這樣 啊 立即就有些漬 的 大家看到嗎 不是好 抹得掉 它立即停 所以 也是剛才的焦 如果要抹乾它 要濕 水 這樣就可以了 完全沒有問題 好 好 最後呢 嘗試 烤焗功能 就是 我們又 隨便畫一些公仔 然後 放在焗爐上 焗它 看看它會不會掉色 好 先畫眼睛 但是 有一個問題 我上賣 官網看看 這個產品 它沒有說焗多久 我最初焗一陣 好嗎 焗幾分鐘 試一試 會不會掉 好 有一個這樣的公仔 好 好 焗完出來 我現在試試看 焗了三分鐘 160度 好 我照顧抹 咦 不是很掉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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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是照顧抹 即是說 其實 三分鐘 不夠 不夠 要不就是產品 本身 不好 不過 飛把的可信性 很高 好嗎 我先擦乾淨 所以 如果 即使大家 焗 焗的 焗得不夠時間 你也可以 玩舊 反過來 想 我多畫一隻 第二隻公仔 好嗎 什麼公仔 畫兩隻眼 不開心 因為會掉 我試試焗 今次 加多一點 顏色 首先沒有加白色 我加上白色 看看效果 還有填滿耳朵 實色 看看怎樣 好 焗 好 搞定了 今次放在雪櫃裡 冷 我焗了10分鐘 160度 看看可不可以 我用手擦 現在不掉 手勁擦 沒有掉 勁擦 嘩 不掉 OK 這個產品 總之要夠時間 10分鐘就可以了 好嗎 好 今天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畫室 屯門畫室的影片 好嗎 有什麼話說 在下面留言 AndroArts 拜拜 大家好 歡迎屯門畫室 今天想說的是 Go Go Meet 油畫風景班 好 時間日期 詳情在這裏 接著我們就完成了上半部分 我們就完成下半部分 好了 接著你現在找什麼呢 做木 我們先把底部 我不知道 底部是多少 我又在這裏 記住拿1去量 我又拿貓的額頭 好 我們看看課程內容 距離上次弄Go Go Meet 網上的油畫班 我看看原來是一年半前的 有些朋友再詢問有沒有想畫油畫在網上 我拆了那麼久 沒有做過再做一次 也都是一如以往 這一次的油畫班 就是一年六堂 兩堂畫一張 即是在六堂內 大家完成三張作品 鑑於之前我教的是油畫的入門班 這一次也是簡單版的 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我經意是上一次 講解所有油畫工具用法 而有些朋友經意上過上一次 所以這次我基本上這六堂 沒有講油畫工具用法 但是如果沒有上過我上年半前的 那些課程的朋友 可以在這六堂內 再額外加多一堂 就是上一次我講解所有油畫工具的錄影課 在報名上你可以自己選擇 六堂的這個課程 再加多一堂 講解油畫工具用法 而已經上了去年的油畫工具用法 或者大家覺得自己已經對那些工具很理解 就不用上那一堂 就直接上這六堂 然而我在這六堂內 亦都會講一些油畫工具的錄影課 即是我一直畫的時候 我一定會告訴大家 是怎樣用那些顏色 不過如果很有系統的 所有油畫筆 顏色和調色版都講完 你亦有興趣 亦都可以加多一堂去學 好 我就看看這六堂是講甚麼 好 今次我選了三張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英國風景畫家 Constable的畫 我三張都用他的風景畫 做一個教材去教 容易一些風格去貫徹始終 好 第一堂教的就是雲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畫雲 Constable亦都出名畫雲 我教這堂就是 大家如果想畫雲 這東西好像很沒有形態 很虛 很變幻 究竟是前後次序應該怎樣做 起高應該怎樣起 然而 亦都選擇這個做starting的意思 是用的顏色比較少 我簡單到黑白灰 再加些藍色 我簡簡單單去教大家 就可以畫到 著重教大家的用筆 起高當然會教 一如以往 亦都是虛實 混合多少重墊水 落多少顏色 是這一兩堂的重點 好 我們完成了一個雲的介紹後 我可以再教的第二張 亦都是雲 不過今次的雲 我多的是整張景 不只是雲 下面有少少草 有少少樹 然後是宏觀的軟 雲就變成後蟲 大家學了頭兩堂 對於雲有一個理解 今次我們亦都是畫一個雲的變咒 但再加上下面少少地下 我覺得是非常容易去處理 筆觸方向 還有這一張和第一張是不同的 第一張雲是比較完成程度高一點 反而第二張這張雲 加上下面的風景 即是樹、草等 是比較畫面 我亦都會在中間的這兩堂 會講解更多一些 速射多一點的畫畫 因為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不會有很多時間去完成一張畫 可能他放工放假 時間少些 傾向畫一些比較適合 這兩堂我會做這個講解和示範 最後兩堂 亦都是有雲 但是我加上樹的用法 還要有一個建築 變成融合了幾個東西 雲裏面 這張是一張比較 有少許 他不是第一張那麼天亮氣清 又不是第二張那麼灰 他是中間的雲 亦都會做 然而會多一點時間講解 如果有一個簡單的小屋 大家看到這間屋有很多窗 不用擔心 我們會簡化去做 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在香港寫生 擔心一間小屋 或者擔心一個小小的建築 他未必有這麼複雜的窗 可能是那些村屋 三層 那些 但是透視又如何處理 這個起稿的時候會講清楚 再加上前面有一棵樹 那棵樹的不足畫法 起稿 這堂會著重一點講解 OK 好 希望在這六堂裡面 講了基本上 以雲為主 但是後面也有樹有屋 希望可以全面的風景畫班 這樣教大家 我自己 也是長年出去寫生 我很有信心教這班 所以 有興趣學遊畫 或者有興趣是風景畫寫生的朋友 都不要錯過了 那我可能一年開一次 這些 油畫的風景畫班 有興趣 那這六堂就是會 完成了之後 下一期 我看情況會不會再是油畫班 或者也變回素描班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多來一期 這六堂之後 還有六堂 是這堂的 油畫班 這類的延伸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 可能 我會再給掃描班 可能這個油畫班 也要等一年多才開 所以 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把握這個機會 OK 好 希望在我的 Google Meet 油畫班 網上見到大家 OK 拜拜 下面那個留言 那裏 報名的連結 如果不清楚 也可以去 我們的Facebook IG 那裏 去留意訊息 和找我們 OK 拜拜